胃酸导流,胃脏风,消化不良 诶,物理治疗可以做吗? 哈喽,欢迎来到BEN Physio健康小贴士 好,之前我们的视频有说到 如果你有偏头痛,头痛,耳鸣,jaw pain的话 你都可以来寻找物理治疗帮你解决,对吗? 好,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特别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胃酸导流,胃脏风,消化不良 诶,物理治疗可以做吗? 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 其实胃是一个我们不能够控制的器官 可是我们有一个神经线 我们叫做Vegan Snurve 它是我们神经系统里面 不是由我们人类控制的一种神经系统 所以当我们发现到 当我们脊椎骨的一些结,对不对? 有问题的时候呢 它就会压迫我们的这个神经线 当这个压迫神经线被压迫的时候呢 它会造成我们的胃的肌肉 我们叫Smooth Muscle 它会蠕动的更慢 或者甚至不会蠕动 所以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肠啊,胃啊 不能够蠕动怎么办呢? 它里面的功能就会减少了 就会退化,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感觉到消化不良啊 胃酸导流啊 或者是胃胀风等等等等 好 今天物理治疗如果成功能够找出来 你为什么 是什么东西导致你这个Vegan Snurve被压迫呢? 你的胃酸导流 你的胃胀风就有得救了 好不好? 欢迎自电给我们来询论